古籍拉特邦地处印度西部 太阳一年到头都照耀着这片土地 如此为何不利用太阳能来扩充国家电力输出 同时又能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从而缓解全球变暖 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支持下 联合国最近发起了一个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计划 现在印度正在努力地响应这项号召 他们所建造的10兆瓦水渠太阳能发电装置 覆盖着长达3.6千米的水渠 直川 巴洛达城区 这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这项工程用了超过3万5千块太阳能电池板 这些太阳能板在一起可以转化超过10兆瓦的电力能源 大部分的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的能量储存于蓄电站中 这些蓄电站的电力资源曾经全部来自于国家电网 现在储存的电力可以以低廉的价格供应本地社区 这个项目还为帕斯和更多的年轻人带来了就业机会 之前他们没有工作 而现在通过清洗太阳能电池板可以领到7千卢比的报酬 英国政府已经提出了计划 他们会提供30%的这些项目的价格 给所有国家提供同样的项目 我希望其他人提供这项目的价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栏目